執政黨宣傳新冠就像流感 還說我們會跟南韓一樣度過困境 專家痛罵新冠在美國致死率 早就遠遠超過癌症跟心臟病 根本不像流感 專家更指控南韓死亡數字造假 台灣一堆人傻傻被騙去 在南韓他呢把很多新冠的死亡 都認定為不是死於新冠 他是死於心臟病中風啊 癌症 那你給我們這種粉絲太平幹什麼 他就學南韓嘛 那我們可以給他騙嗎 這為什麼會多燒這麼多屍體 就是你這個超而死亡已經出來的 有人呼籲應該將歐魔降成第四級 專家痛罵這根本是誠實中 急著想選舉脫身 歐魔有夠兇猛 一旦降級不但確診數字 恐怕被蓋牌更會害死百姓 降級以後就會比照流感 就是只處理所謂重症 對人感染 那你重症就會一直冒出來 可是重症沒有特效藥啊 選舉他就趕快去選舉 他不要害死人 或是他要去選舉 就叫我們大家要把眼睛遮起來 看不到老虎 這個病毒就變成叫做不會要害死人 被害死的不是人嗎 當指揮中心的專家都評估 疫情至少拖到10月才平息 有人卻拼命帶風向 現在要把歐魔降級 是不是別有用心 百姓看在眼裡 記者 陳正報李璇 台北報導